有將近二十萬人報考的國中教育會考 順利結束 而根據教育部的統計 有超過三千四百位的考生 因為確診或快篩陽性等因素 因此無法到場考試 將會和大陸考場 將近五百名的考生 一起參與六月四號 五號的補考 也成為歷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補考作業 後續預估在六月十號會計發長期單 並且開放網路查詢 考試結束了 不少人覺得心情很輕鬆 尤其因為疫情的影響 有許多學生最近兩個星期都是在家遠距上課 直到會考這兩天才終於和朋友見面 這種疫情期間能來考試我們非常高興 可以見到很久沒有見的同學 我希望疫情能趨緩一點 就是讓我們重新回到可以上課的那種日子 學習肯定是不能停的 在家裡還是要認真一點 畢竟參加補考還要等個那麼多天 其實還是會擔心自己會不會放動吧 圍場起圍 事務人員結束兩個星期的入圍 拉著行李離開 今年是108新課綱的第一屆考生 又加上國內疫情嚴峻 也讓這次會考備受挑戰 會考第二天新增了76名確診者 總計臺灣有3413名考生 加上大陸考場的499人 需要參與六月四號五號的補考 也成為歷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補考 記者曹彥均 秋福財 吳奇章 臺北報導